自祖奶奶以来 黑瞎子领船带的风格 就像闪电一样的戏 兄弟们汇集的戏院和和平饭店隔一条街 之后我跟没求汇入 并设法进入二当家视线 如果确证 没有特别的加强武装 我就用你那两颗手雷制造汇 听 第一声响 兄弟们出戏院 第二声响 奔至饭店后门 从那里边杀下去 快上去 我是为了阻止你们自杀 你 我们黑瞎子领从来就不畏手畏脚 因为没有一个怕死的人 所以别跟我几位 表现得好 你的人我也顺带着救了 我去 哎呀我去 咋样挺快呀 子弹没胜跑呀 又招你 混死喽 看住他 是 熊老板 日下部打电话来问我 之前我俩在唐巴里说了些什么 估计是有人看见 传小话了吗 不过我关心的是他自理行间的那个意思 王大鼎好像你拿不下来 懂了 有什么指教 指教个屁 拿不下王大鼎的脑袋 你的债就认认真真真地还吧 熊老板 电话里你是怎么说的 你知道黑瞎子领是我的威胁 你想用王大鼎的命来跟我做交易 我熊金斗是个高尚人士 当然不会答应 当然了他不会相信 但这话既然我说了 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 这就叫话语权 走 快走快走快走 妈呀媳妇 媳妇你没事吧媳妇 你干啥玩意啊 媳妇你 媳妇你没拉住我 你给怪我了怪我 干啥呢 这什么地方 让你们在这儿拉分车 咋 咋了 没说我不让过呀 没人说呀 快给我打扫了快 你们让你轻轻 赶紧的 快点 你干什么去 搭水搭水不搭水咋搭轻呢 好 等着 你们快 多叫点人 多叫点人拿水桶 把外面抽洗一下 喂 你好 可明发电 你干什么呢 哪挨草区一味 你不嫌疼啊 快点快点 王大鼎你见不见见不见呢 他屁事不让你干 你还爱他 我是个艺术家 你就是个大宝吧 还有你 直到他见 你还欲情故纵 让他帮你藏事 你黑不黑呀 我们俩之间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咋想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撬了我爷们 我还安了一大鬼霸子 我还得帮你俩打场 我冤不冤呢我 那你想咋的 我想咋的啊 你打我大子霸子行明 我说你见你真见的 我见什么 我艺术家 我敢轻易上来 你什么出家 你给你能耐完了 你还 咋了 都磕个腿了 咋了 来妈谁家烧粪呢 太臭了 这是家的味道 你们这俩桶都满了 够用吗 够了够了 够了 这里弄得差不多了 你们走吧 剩下我自己弄 谢谢啊 拜拜 咋了个董寒的 你还认识我 唐玲跟我的人在一起呢 总言是我们的一种 头发方式 博取饭店 博人 这本来应了 前面这俩人先锋 我本来有大部分 莫比奇妙 只要唐玲跟他们在一起 不可能出这种馊主意的 我妹出的无意 你妹谁啊 黑下的两大当家 陆林姐一朵旗帕 他人们任性 估计巴掌唐玲被他捆 天哪 我们好不容易才脱身 他不能再来捣乱了 你赶快联系他 让他听唐玲的 这么应聘会出事的 怂就怂 还豆子茶呀 交战就有伤亡 我们犯得着吗 都写个字条了 我把字条我写了啊 我妹看不看着办 就看着心情 你 我把字条我写了啊 别动 手里什么东西给我拿出来 拿 拿出来 谁啊 你 快点 你擦呀 快点 手里 你站起来 双手举高 你 过来 东西放下 过来 双手帮头 咋着呢 双手举高 还把干啥 给你 你也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俩玩的猫腻 跟我进去 好 咋回来了 他们的豆子是要逮的 怎么 成他的能有好吗 你 淡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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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警长 跟熊老板的人头交易 要是属实 很可能从一开始 我们就被骗了 这个屋里的家伙 必须把他清除 走 进去 进去 你吓到了 干什么呢你们 别见过点 熊金斗说你 不是 为什么要让他们三个回房间呢 你什么意思 怀疑他两个是奸细 用轻道分车的方式 和陈佳颖接头 轻道分车 啥玩 谁的奸细 奸啥玩儿戏啊 谁的奸细 我俩奸细啊 你不是 你是不是眼瞎呀 你刚才你没瞅间 你可是占了半天你 那人力车突然掉头 那害我没立一株骡子 差点翻车了 你 你也瞎呀你 你知道你那一车 奔得老直前了 现在全都没有 全才还没了 警刚出去 大嫂 警刚出去 我没得分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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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咋咋了 你就是这点吧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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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势头对外传续 疑似饭店内的检藏共挡 什么 不是 这位日本大叔 我那位 滚出去 滚 我还进来呀 不是 他拉我进来的呀 这 可惜了 他没带没带武器啊 肯定带了 都不搜声音了 车里呢 那不是很容易 被搜出来吗 你咋那么怂呢 你不说话行吗 他们没事了 为什么呢 不到啊 从时间上来看 他们甚至都没有遭到盘问 难道有更重要的发现了 重要的 连他们都顾不上了 你咋那么怂呢 闭嘴 这辆军车是为押送王大鼎自此待命 司机进行常规检查 却在油箱底部 发现了 站住的边境 乔治白他们若要得逞 我们或许与各自带人离开 但这些家伙想要恢复自由的目的 绝不是为了离境逃跑 所以我认为 石原怀疑 有潜藏的共当 在对外传讯 应处合理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们就是在被戏弄 而真正的共当 却在若无其事地看着这出戏 等了三场 大叔 我怀疑 这是陈家营的圈套 莫名其妙 整个院子都在宪兵的视线范围内 谁看见他出来 这不代表陈家营没有邪从 再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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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熊老板的人头抵你的债 我都不想清楚了 这意味着什么 共当竟然用县兵队的车来传进讯息 那我们接收讯息的人又在哪儿呢 县兵队吗 无耻的混蛋 实行到了这种严重的地步 你还在这混淆视听 乔治白等人的阴谋 实为其事上课里面 而你还踏人命 图谋私利 实属下贱 查出这个传讯者 大多 这个传讯者 让陈家营来查 好了 老子 赶紧烧点水给大当鸭子洗洗 给我去 老子 人都跑了 还睡呢 跑哪儿去了 跑 干啥玩意你 啥玩意你 掉坑里了 别欺负梅球 我跟他一个味 告诉我 苦瓜脸 二当家咋会那么细腻 麻烦你件事啊 你用这个C口布 抱到鼻子C上 您实在是太臭了 别跟我贫 二当家他看我发育 办我成长 现在居然威胁我说 不听你号令就跟我翻脸 你们俩到底啥关系啊 我们俩的关系呢 说起来很复杂 简单概括 我们应该算是朋友 哎呀 您太臭了 筋力不远点行吗 你还跟我拼 你还跟我拼 苦瓜脸 你得明白 你现在抢走了 我在我哥心目当中的 不二位置了 所以 你给我老老实实地交代 你 还有跟我哥在一块儿的 那个你的人 都傻身分仨回事 给我想想细细 你一武一马地说清楚 否则我一定宰了你 你俩啥关系 说清楚了 说什么清楚 都说清楚了吗都 你不说了 我找他 我找他什么 我都说了 你怎么这样呢你 咋的 心疼他了 心疼他了 我心疼我 不行不行 我真的不行 现在我的大脑 还没有恢复呢 而且我真的很累 干什么玩意 让日差不找别人吧 这事我看不了 加油 我一直会陪在你身边 帮你思考帮你分析 你以前讲的每一堂课 我都会要来笔记 仔细地研究 虽然没有天赋 但也懂得皮毛啊 可是我真的很累 加油 都是肖狠那些混蛋 沆袭一气 反倒让政治险进的秘密 再度显示 正如你所说 他们一直在推进 而我们却一再错过 加油 我希望你一直都是对的 所以这不仅仅是你的大脑恢复训练 挖出对外传训的浅塘共挡 到那时候 没有人敢对你再有任何的指寨 我需要你的帮助 如果我出现悬晕 眼压高这些症状 你要帮我及时进行头部按压 好 咋得要肉体接触啊 那这事得我来整啊 你不要 等等 让他来吧 你不是一时很想知道 王大帝为什么对我不守天啊 今天让你见识一下 他就成功了 我找尽力了 他就是作者 我看他调整这事 你去调整自己的颜艺 你去调整吧 你去调整什么 你去调整你还有 你去调整 一个小段 现在你去调整这些 怎么想要不能让我来 来挖出传讯者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他是要分析陈佳颖 而不是让陈佳颖分析 查出来就是一条命 如果他还是为了掩护同党 那他每一个毛孔透露着恐惧 他要怎么样的控制 才能够坦然地说出那个名字 你懂吗 事实上 野剑客场刚认对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明白吗 若仅是因为仇恨在乎他们 我尚可同情 但是以此做交易 太无耻了 我跟你说正事呢 我也是 你什么意思 我们的友谊结束了 我们从来都没有个友谊 好 好 那我们就看结果 好吗 我们等着敲 那呢 那边 anse 展利 您 得怪老 可以随随便便地进入总西市 连 日子 做个排查还得带个聘堂 和平饭店 封锁的还真够宽松的 别着急 等着看 一会儿 陈佳颖就会上演因为身体不适 而无法做出排查的拙劣表演 对 王大鼎还会配合 我可以把事情的经过 按照时间的顺序给你讲述一遍 他叫我来重述调射 司机在贝腾卡车与返回检修期间 有四十分钟的离开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先后有饭店经理 跟两名后勤运缘于事务中经过的卡车 停止吧 这里不是传讯人的操作区域 这里离大门的宪兵太近了 不利于操作 卡车在后东道口附近还有个停靠 离宪兵的视线教育 我的判断依据还有 司机一直在驾驶室里 随时需要更换区域 科长 你不是想帮助我分析 你是想分析我 对吗 我说过 这不仅仅是你的思维恢复区域 对吗 我说过 谢谢你之前的深情 喂 司机之前把车停放在这儿是为了给水箱加水 之后为了维修一辆摩托车 离开了车里 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先后有便衣队井上 两名劫工 一名后勤人 以及三名雏工 在这段时间中经过车辆 还有就是窦井长姚洪和陆带林 与此的争论 斗师少 你抄什么凶 所有的过程都有目击者的事后描述 你觉得是捷工还是除工或者是后勤人 或者三者都不适 或者三者都不适 或因与车辆距离较远 或因与所贴便签的位置相对 是 这可能是窦井长 陆带林 姚洪 窦井长可以排除吗 你说呢 你似乎显得有些抗力 真别是小洪还是陆带林 别说话 这项排除对你的难度并不是很大 别说话 指条的背面图有角色 图在指条的顶部 可以做出判断了吗 看来你的逼迫 让我的大脑恢复如初了 啊 啊 啊 诶 Cross si 我要你把这个和平饭店 把这人世间的 这些丑陋的华丽拜表 全部撕掉 公布一众 这有什么不对 这是何等的区域 二十万东北大军 逃之夭夭 我们这里变成了满洲帝国 你跟那个相似 是将军出演啊 我不行 绝对不行 你知道 你知道他把我当什么吗 他拿我当现役的工具 看来这个和平饭店 真是一个鬼魅的地方 谁能想到呢 潜藏的贡荡 竟然是一个专门写 验情消说的烂货 你们还等什么 快去呀 大佐 大佐 眼前科长 姚红出门组织保健 清扫房间室 我正巧经过 闻到里面有缘分 随后查检 他是在卫生间 焚毁文件 有一些记录 也有结论 和我想的是一样的 姚红 利用我的遭遇 还有我泄露的信息 分析出了正值现金的事情 虽然烧掉了很多 但我断定 已经有了分析报告了 本以为我和王大鼎被栽之后 他可以带着报告离境 没想到传讯被发现 只好匆忙分手 对不起 因为姚洪 和湘智将军的关系 我疏忽了警惕 应该还有另一个版本吧 我认为的真相是 姚洪 为了帮我跟陈佳颖 故意牺牲自己 猜都能猜到你想这么说 这个能原谅吗 共党王大鼎跟陈佳颖 和姚洪是好朋友 干脆说同党 他看出了王大鼎和陈佳颖 陷入了所有人都说他俩 是共党的谜谈 无法自拔 所以呢 故意地告诉别人 是他往外传递的信息 故意暴露自己 以至于让敌人相信 我搞错了 共党另有其人 所以非常高尚地 牺牲了自己 换了我跟陈佳颖 王大鼎 你不要先生夺人 以为这样 就可以让我们忽略真相 然后 王大鼎和陈佳颖 因为是共产党 所以智慧无双 法力无边 你为什么要牺牲自己 去救他呢 你应该很清楚啊 作为同党 多余不 他这么做一点都不多余 是 不多余 他会成为 让世人铭记的英雄 对吧 拜托 用你的思维反向思考一下行吗 共党王大鼎和陈佳颖在了 那作为同伙的他 不就被保下来了吗 这跟他牺牲自己 保下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这跟他牺牲自己 不管是谁 只要保下一个 政治现金的消息 就可以传出去 懂吗 傻伙 怎么呢 周徐晓 我要让我再当众惩罚你 陈女士啊 我要带走杨红 审讯 我要见相智静安 你要见相智教练 从现在开始 我只对相智静安说话 在他来之前我不会再张口 你们可以对我做刑讯 不过也可以试试 看看你们有没有本事 撬开我这个共产党人的口 那天你拦住了我求死 佳颖 你也勾起了我的好奇 也许我愿意活到现在 就是因为这份好奇 我想知道 你跟王大鼎到底会怎么发展 这是个诙谐的命题吧 但你们的确在创造奇迹 你们腾挪了乾坤 那么 我来一锤定音 王大鼎你个杂碎 拿命报恩绝非我的风格 所以不用谢 我只是想要成为传奇中的一部分 我看到你在爱他 我相信 我相信 但我希望你能快一点明白 他和他们的那种爱 他确定是什么 我明白了 陈佳颖是大仙啊 她能通灵 你看你五迷三道的 肯定被她射了魂 姚红的事情我很抱歉 从认识她到现在 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所有的过程 和她走得那么近 应该泄露了一些信息 佳颖 毕竟结果是可喜的 真正潜藏在饭店内的共挡 被抓获了 藏个共挡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以至于天大的事情 都可以被忽略了 之前多有得罪 那多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你们知道我有多恐惧吗 我被你们已经逼得走投无路了 证据 清晰完整 我还是被你们逼得走投无路 被逼无奈 我只好拿着情报 去卖给德国人 以气求她的帮助 为什么 就因为我爱上一个土匪 那个土匪 还宣誓效忠我们 美国人写过中世书吗 没有吧 你们宁愿相信她 也不相信我 好 好 对了 那个 该引说德方机构 截获了苏联人的一则命电 说南军方 要让他们眼见政治现今的存在 告诉德国人 这个事情跟他们没关系了 是 被吓到了吧 蠢货 我 我会让你那么意想不到 花儿你放过我行不行 我现在真没心情跟你探讨情感的事 我知道你当时说的都是真的 那女的就是栽了自己保护你们 可原来你嘴上骂我但心里疼我 说话的腔调那是一样一样的 别人不知道 我心里可清楚 如果我和王大鼎真的被栽了 你会迫不及待地把我带回去 秘密审查 而陷阱部门 由于没有射叠事件的权限 所以就失去了继续封锁整个酒店的计划 那帮人可就松开了 是 包括潜唐的共党在内 饭店的所有人几乎都盯着政治现金这件事情 或为交易或为追踪 甚至是抢夺 但是没有谁希望日本人拥有绝对的主空力 不是吗 哪怕是在我们的战地 这也是企图我们离开这儿的原因 也是现如今最真实的国际关系 虽然我们声称自己是备受景仰的强谱 我们走了一个近乎耻辱的过程 但自我安慰地说 结果不算太坏 毕竟挣着现金的交易 越来越清晰了 那天在酒会 你异常的表现 我本来应该多加注意的 你一定没有想到 我就是共产党 你以为我是怨毒那个 被你强奸歇斯底里一心想报复的人 哪曾想 我假装歇斯底里 却惊出了一窝的贼 于是 我弄到了好多的轻傲 就差一点 是的 就差一点 我就成功了 你们 真是一群白衣 无孔不入我 曾经 有一个 我们 不顾安慰救下了我 我一心想死 救下了 我忽然懂得 生命有它更高的意义 我也更加明白 为什么 我们会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 却生生不息 因为我们无时不刻在点亮光明 而这世界需要光明 它不会永远心甘情愿被黑暗统治着 你说得太对了 我们无处不在 而且我们也终将会点燃所有人 把所有的罪恶 都消灭在光明里 你说你既然你什么都知道 你就体谅体谅我们行不行啊 别在小事小费上过不去了 杨红帮了我们 这是舍了命了 但是陈家也明知道这结果 还得接受 他心里得多难受你了 你这个人啊 一到他那儿 啥都能体谅 我这儿把新窝子都淘给你了 你咋就不能体谅呢 我不知道他疼啊 那我跟日本人玩猫腻那会儿 心里还流着血 我还得跟他们装蒜 你咋就不心疼心疼我呢 乔治败急于求成 无非是想掌握主动权 即使他和陈氏兄弟苏联人有什么默契 那也只是不想贴在外面观望而已 除非另有内容 至于德国人的告密 毫无意义 因为挣着现金的交易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直在推进 交易双方的外部力量 也许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铺垫工作 只要封锁一解除 出去就立刻可以交易了 看来德方机构有互补情报的途径 不考虑合作吗 让他们吃屎去吧 没有他们我照样玩 我和野剑客长必须要带走姚红 陈将有 他知道的比我多 而我可以撬开他的嘴 打个赌吧 今晚 相知将军将一无所获 因为姚红 绝不会因为凌辱而张嘴 只有我 可以找到他内心最深处 软弱的地方 是吗 我曾经是那么地欣赏你 是吗 和你却欺骗 现在 你有变得如此的铜腔铁壁 那么 是什么 才是你最大的脆弱呢 杨文汉 杨文汉 你说什么 和我接触过的女人 一定会被查底的 你的文汉 他说 你一定会在和平饭店等他 不管多久 因为他让你等 他还拿这个做话题 跟他的朋友吹说 像这样的杀女人 还不止你一个 你放逼 我会带他来见你 还有他的妻子 两岁的儿子 哦 你们分别是在两年前吧 一个雨夜 和平饭店 正是因为你们这些人的愚蠢 你们以为人性有光明 希望落后和愚昧可以被他点亮 你们梦想大同 哈 你们注定了是被人取笑的小丑 终将在我们剑里的兴事许下 被人们抛弃 被人们毁灭 知道原因吗 就是因为 你们那 竟死愚蠢的烂漫 烂漫 公公 你胡说 你胡说 要红尸杜多县 袭击相续将军 随便砍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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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